今天是7月16号 现在是上午的9点59分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 A股走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行情 什么意思呢 现在除了上升指数 其他都红盘了 那为什么今天走势跟昨天走势有点相反 昨天只有上升指数保时红盘 其他的都是绿盘 这里不得不说 银行股的走势是非常关键的 银行股目前属于一个跳水的动作 翻率了 那银行股的一个跳水导致的A股上升指数的一个什么 一个翻率 这种环境下我们的股民到底该怎么做 其实现在这个市场 说真的这个指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尤其像我们的上升指数 你看这个位置有什么意义 我告诉你 它能够稳住是因为银行股的大涨 如果你把银行股的这个上涨 给它去掉 很多个股已经回到了2600或2600点以下 对不对 这种环境下说真的 对于我们普通的散户朋友们来说 是非常是难以接受的 是非常是煎熬的 好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银行股还能去吗 但是大家记住 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是证券股 启吻了 证券股有点点什么 反弹的迹象 那是不是预示着我们的A股要进入一个 新的周期呢 以证券为代表的一个周期呢 怎么看 带着这些问题啊 我们就相关的盘面板块做一个技术解读 假设这些片子去A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现在有你的点赞加关注 目前整个市场属于一个相对来说弱势的行情 为什么说弱势呢 我们指数虽然说 都红了 除了这个上证 但是个股的话没很多 走 个股目前涨的也只有1500多家 所以指数看起来不错 个股没有跟上来 揪其云还是在于什么 资金在搞大家伙 你看您的时代今天是不是涨了 您的时代涨了 是不是律师的这个创业板会涨 对吧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这些 行业里面群重开始拉伸了 这是不是老套路啊 什么老套路吧 拉伸银行互助上证指数 拉伸您的时代互助你互助创业板 那么 相关的一些板块是不是也是这种筹略 这种失度了 所以我们的市场已经属于一个 非常之极端的行情 那么在这种行情下说真的 我在昨天前天一直讲 拉银行解决不了问题 必须是什么 必须拉证券 拉证券会带动人气激活人气 但问题是现在证券又缺乏上涨的动力 所以现在我们的市场就处于这种 什么非常之微灭的状态 好那回到这个市场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权重怎么选 我们来看 从市场反应来看 A股这个指数 我跟大家大家已经没啥意义 轻指数中国股 但问题是个股也很难做 就比如说现在的银行证券保险 大金融方向让人非常的头痛 我说外套头痛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 保险今天是所有板块里面跌幅第一的 就是说保险个股不多 但有些票确实是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还有几千亿的市值 对不对 你看它的一个下跌 对整个 非营金融这一块我觉得它是有影响的 你像平安的这种下跌对吧 跌了4个多点7000多亿的房间 4个多点 明本的明摆的不就是压制大发的一个上涨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这个空头确实是什么 确实是不死心 对吧 你看保险中国泰宝这些都在跌 他从这里他们可以发现问题是吧 他们在做空的策略是非常明显的 前面我是压子里证券 你拿银行好 现在正确压不住了 正确掉到低位了 那我就怎么打理保险 他做空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过也跟大家说过 我们的市场现在的话关键点在里 并不是在保险这一块 并不是在银行这一块 关键点是在证券这一块 所以空方做空证券的这个意思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随着证券的一个什么一个自由落地 他已经是压不住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已经是怎么打不下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说发动保险去做空 但我觉得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 是证券核实大法工 证券核实大法工 只要证券大法工大法才过期的 目前的盘面怎么理解 就是大家记住银行要小心正确可前估 我说这个可能有意见 昨天我和大家讲银行的时候 银行不是上涨 我们的四大行创历史新高 今天找房子一路冲高 四大行也创了一个什么也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但我告诉大家在这最高的人你还好吗 昨天排后有人问我说银行怎么理解 我说银行你现在只能以什么超短线的思维去 什么叫超短 大家知道什么叫超短 就是是吧吃完就跑 做错也跑 现在行情就这样子 你想想这银行板块 连续的走前后 它已经面临前高的压力 对不对 已经到了前高压力位附近 你在附近你再去参与的话 你不做短线你做啥 你做中长期吧 中长期这个位置不对 中长期这个位置产生好位置 对不对 六升均加线才是好位置 所以你去参与最高的话 我只能说你胆子上很肥是吧 朋友们记住我说细节 你现在参与银行只能以短线的实位去 你没有短线实位 你干脆不要去的 有人说盘子比较大 银行这个盘子比较大短线也不好做 那你就干脆不用去这个位置 对不对 等待它极端什么极端 是吧 高危压力 自由落地到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就指大家注意的一个细节 这银行板块的这个走势 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它并没有破位 只不过是属于获利盘的一个出逃而已 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晨的认识 还有就是昨天我跟大家分析过 就是我们的四大行 比如说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这些 他虽然说这段时间出于上涨了 涨幅 对吧 比较乐观 比较大 但是你要看它的市盈率 它市盈率才6.3倍 中国银行 它是所有银行板块 这个 它应该是所有大银行里面 目前市盈率比较高的一个了 介绍银行是叫5.7几倍 5.几倍 对不对 所以它是属于比较高的 但是相比起美国银行 13倍多的一个市值 13倍多的一个市盈率 其实它算比较低的 所以 我们的银行近期的话 涨幅比较大 可能它会有调整 中长期的话 它这个趋势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会改变 目前来说不会改变 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短线选手 你可以博个短期机会 但中长期选手 现在明显的是偏离的高位 拼的支撑位位置比有点高 所以大家收拾位要注意 这个位置才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对不对 好 我们从市场反应来看 银行板块就是短期的一个获利环出逃 所导致的一个冲高跳水 但是也不能不说 它的这个节 它的这个趋势就坏掉了 自从目前来看 它是属于一个上涨进行的动态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除了银行之外 我刚才讲了 我们市场最核心的 最重点 还是证券能不能稳 证券在找盘出一个低开 出一个快速充高 涨幅不是很大 这本分是0.39 但是今天证券有一个特点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今天证券涨的 大多数说什么 是属于那种头部券商 什么意思 大券商 起满了 大券商开始上涨了 这才是重点 大券商上涨 大券商起稳 那么大概率就是证券的一个底部了 那么证券一旦这个底部确立的话 它实现超低反弹 实现一个大幅拉升的话 我们的人气就回来了 我们A股反弹的良机就来了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我在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 是吧 尤其如果说你去割掉证券 追高银行 我觉得现在是不太靠谱的 至少照我看来 目前证券的潜力比银行更大 至少在这一块 那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在低位搞潜伏 搞低息是可以的 但是证券你去做短线去追高 那一定要小心 目前还没到时候 所以在操作方面 我们本只能说他有抽点反弹的机会 并不是说他就反转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从30分钟图 60分钟图也可以看出来 证券现在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红盘的一个场景 当然没有 红盘震荡一样的指标2k世界 这些都是属于这种状态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们要等等他一个爆发点 60分钟图也是一样的 你看经过的一段时间长期的下跌 证券开始在这个位置出现止跌反弹了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等到信号 等他反弹后的一个拉伸的机会 整个来看证券 反弹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目前还需要时间 另外一个 大家讲了证券今天反弹有意思 反弹比较好的是什么 是海通证券 国人证券 中信证券 大家看一看海通是什么 海通所谓投不去商 你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海通证券 底部确立的 什么叫底部确立的 你看这里 是一个大灾探底 这里回到这个地点 这个是前夕的 是吧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海通为什么会涨 浮温云还是涨什么 重组预期 海通的重组预期 他跟着国泰军 对不对都搞成重组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要注意这些重点 还有你看作为证券 龙头的什么中信证券 大家发现了中信证券 这件事连续走强 今天为止已经出现了六年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以前很少信的 是不是 这个上正确龙头六年羊 预示什么 预示着他的反弹的 开始预示他反弹的机会来临 所以很多的还在看空证券 这个位置下就看空证券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我在前面跟他讲 这个是属于什么潜伏正确的一个时候 这个是里面潜伏什么时候潜伏 然后等到正确 反弹到10个点20个点了 对不对 在操作上面大家是一定注意的 从市场反应来看 感觉这个证券也有一点的复制银行的一个情况 什么意思 就是证券里面的一些头部券商 资金也开始抱团了 那么 这个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银行 目前来看还是有这个趋势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从市场反应来看 大金融方向的分化 却透露出了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地图 什么意图 A股的底部真正的快来临了 这个时候是大家要是吗 跟紧的时候抓住机会 重点布局的时候 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一轮的反弹 浪金 你想这一轮反弹浪金你错过的话 今年你很有可能就真的是难以回本了 因为在年初A股一波撒跌 很多股民损失厂重 有些人跌了30个点 甚至跌了40个点 在这一波500点的大反弹过程中 很多人回来了 包括我自己也回来 甚至还有还有盈利呢 可是在这一波撒低共产中 又很多人亏了回去对吧 亏了几十个点回去 所以你想要在今年这接下来行情当中回本的话 那么你就要抓住这一轮的反弹 反弹行起来 这一轮机会了 再抓住这一轮的机会 你才有可能 是吧 今年回本甚至 有机会获利 不然的话 你想想现在7月份了 这波反弹后 今年估计这一波这个上涨就只有一波了 这一波再错过的话怎么办 那你就没机会了 朋友们 你又是一个亏损的年份 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相比起来 现在的这个大进入方 银行证券保险 我更看好证券板块的轮动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的 当然也别不说银行不行 银行至少还是属于是吧 属于多头的一个上涨的状态 他走势 没有走完 我们我们在 讲正确的 讲银行的时候 强势了很多次 以短线的市费去看他就没有问题了 你必须像中国银行这种对不对 我们以短线市费去看他 只要他能够守住强制称费 我们仍然可以看多 这个没毛病 但是他如果守不住强制称费的话怎么办 那是不是考虑要撤退 考虑要什么 考虑要跑路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